其实部队锅我已经教过了 那这一次呢是要用比较简易的方法来做那个部队锅 所以我这次用那个部队锅的泡面来做 做部队锅的时候呢它需要很多香肠啦 或者是说热狗啦火腿类的喔 所以呢我今天准备了两根这样子的热狗喔 那我先让它来切一下 这个你给你切 那切这么小的喔 那我今天用的这个是小朋友的菜刀喔 不是我们大人的菜刀 其实正常是要切我现在手上这个样子才对喔 它那个就随便拉 就是大概斜切 再来就是这个spam喔 中文就是叫午餐肉 我先要把这个拿出来 这个通常啊拿出来的时候就会对切喔 然后对切之后就是这样 你就把它切成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放在那个汤里面会比较漂亮 这个现在不可以吃喔 这个要煮才可以吃 我还有准备一个就是年糕喔 应该我有先放水喔 然后这是家里的葱喔 你们可以看得到 然后再来就是切葱喔 它葱一样也是斜切喔 这个面要等一下喔 我们要先煮汤 我现在把它里面的汤东西都加进去喔 好我们让它煮一下 这个汤底已经是完全不对锅的味道了 先让它煮过一次喔 然后我要把它捞起来 然后我要把它捞起来 现在再把这个里面的料先捞起来 因为我们要煮面 现在要放面喔 好我先盖一下让它煮一下喔 它现在面开始已经有点熟喔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刚刚煮好的东西开始放进来 然后再来是葱喔 再来年糕 好那你放一点点 然后再来 这个是泡菜喔 然后呢我现在把它盖起来喔 好 你可以看得到吗 其实它的汤底就是没有很多喔 可以加起司啊 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在最上面加起司 这很容易啊 只要你买那个泡面就可以了 拜拜